哈喽大家好我是Keith & Keen的Jackson 今天我要带你来看的是一间 Link Bungalow 这个Link Bungalow 不在那个Satia Eco Park 但是它是在Satia Alam 这个地方叫做 这个地方叫做Casa Ida Man 所以现在我要带你来看的是Link Bungalow 为什么这间是Link Bungalow呢 因为它的后面 是跟后面的Bungalow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边的左边 OK这边的左边 还有右边呢 各有10ft的这个地 OK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这个车房 然后现在我们 我带你进去看里面 所以它一上来呢 就有两个阶梯才到这个大门 OK 现在是我们进到来的这边 所以一开门进来很直接的 直接堆到最后面 但是这个不是厨房啦 厨房是那边的 进去的那个方向 然后左边那个方向 还有一个房间 然后这个的设计呢 在这边前面 这个Casa Ida Man的这个Bungalow 在这边前面 大门一进来的这个前面 这一个地方 Developer是称为这个是TV Room OK 然后TV Room这边呢 它就有一个Powder Room 给Gas用的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Layout 我会有一个Suggestion 就是 这一边 原本的大门在一边嘛 这个墙这边 然后这一边可以打掉 做Extend 这样子的话 你整个客厅会更大 整个客厅会更大 OK 所以我们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 这边就是那个楼梯 这边是两层楼 然后楼下是一间房 然后它的地的话是4279 Sqft的Land Size OK 然后楼上的话是四间房 OK 所以我现在带你们来看一下 然后现在我走过的这边都是 Living Area 然后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Dining Area 这边可以做成Dining Area OK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做成一个Pantry Area 这边可以做成一个Pantry Area 然后这边是电厢啦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 这个门呢 就是通去旁边的地 OK 等下你在画面里面呢 我的画面里面 可以给你们看到这个外面的地 是怎样的啦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楼下的这间房间 它每一间房都有自己的厕所 所以 是非常的好啦 如果讲楼下 这边通常是给长辈住 因为不需要爬楼梯 然后 它这边是 Original它做好这个壁橱的 这是HONOR自己做的啦 做好这个壁橱 所以床的位置呢 就可以放在这边 可以放一个单人床 但是如果要放双人床的话 可能这个cabinet就不是坐在这边 要坐在这边 OK 然后这边呢 也有自己的 这个sliding door 直接access去外面的这个land 然后 同样的 也是有自己的厕所 OK so现在我带你们来看这个厨房的地方 这个厨房相对来讲 对于一个bungalow来讲的话 不可以讲是大 算是比较小一点 OK 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那个厨房 它是做了两边的这个 built in 的cabinet 然后呢 这边后面呢 就有一个工人房 工人房的size是中规中矩啦 然后 它的厕所是自己的一个在里面啦 独立的咯 OK 然后这边呢 另外一个门 这个门就是通去后面 通去后面的地方 所以这边后面 它是 这个是隔壁的 所以楼上是直接 直接到最后面了的 所以 楼下的话呢 这边就有一个4ft 4ft的这个workway OK 可以 可以放一下size 如果你有heavy cooking的话 你可以放在这边咯 heavy cooking的话 你看这边做好一个owning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会喷雨啊 还是什么 你就可以放了heavy cooking的东西在那边 做大炒啊 在那边咯 OK 现在来到了2楼 2楼一上来呢 左边这边就是这个master bedroom 然后 这边就有一个小厅 OK 你可以放成一个 TV room 也是可以 然后这个小厅的这边 就有另外一个房间 这边的后面也是master bedroom 然后 OK 我身后这边 是通往 屋子的最后面 它也就是 墙壁是连着后面的屋子的 所以这边就有两间房 这两间房 它的特点就是 比较长 它的这个长度 是比一般的房间长 比楼下的那个房间也太长 OK 所以 它在床啊 除了座的地方啊 其实蛮好用的 蛮好设计的 然后这边就有自己的独立的厕所啦 然后 然后我现在带你来看另外一间 另外一间的话 它的这个layout也是similar 真的也是很similar的 看到那边是它做好的cabinet 然后这边的长度 是长 长方形的 OK 所以你看我们来看到这边它的窗口 所以它的每一间房间的采光都很好 因为每一面每一个房间都冲走 OK 这边少不了自己独立的这个 微域间 OK 它中央的地方在里面 然后有一个阶梯 然后那个水就不会跑出来了 所以它每一个房间它的这个采光 都是很好的 因为都有一大面的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窗户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第四间房间 这一间房间相对来讲是比较小一点 它正方形 OK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房间 就比较小 它也是有一面窗户 也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微域间 OK 现在我们去 看这个master bedroom 所以我们一进来呢 这边 它是可以放成一些摆设的地方 这一边就是放床的地方 OK 然后它的窗口 一面 两面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它的上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窗口 所以它的透光 是很好 采光是非常的好 OK 然后它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OK 看得到吗 对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阳台 其实如果你做extend 掉它的话 其实也OK 这样子的话 你的房间的 你的房间的这个 大小就更大啦 然后 这边后面有一个给你做wall drop的地方 walk in wall drop的地方 然后它还有很大面积的窗 然后这一间呢 它是向着东北方 向着东北 这一 Casa Edaman里面的屋子呢 不是向东北 就是向西南 然后这边还有master bedroom 少不了的 不以预见 OK 来看 哇哦 它的领域坐在这边 马桶在那边 然后这边是两个的吸收盆 所以这边还有更好的更多的空间给你放 放美容品啊 保养品啊 对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于Satia Alarm Satia Eco Park 或者是今天我介绍的Casa Edaman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 链接到我 然后 你喜欢这个video的话 记得like share出去给你的朋友 还有comment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OK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